早上不到9点,机车行还没营业 一名男一男子牵着发不动的机车到店门口 车行老板初步检查后发现车子有些问题 零件需要调货,要客人把车留下 没想到他却这样回答 突然脱口说出自己在北市府上班 接着越讲越激动,让老板当场傻眼 已经提早半客人修车,但对方态度却很差 嫌动作太慢,又强调要仔细一点 老板怀疑他根本是故意找茬 事发就在新北市泰山 老板经营这间机车行已经好多年 第一次遇上这种状况 每周都固定会去复健,也告知客人 复健完零件也刚好会送到 最后换了发电机,收了两千五百元 还不含其他材料费 可是回家后却看到网路上被留下疫情负贫 实际打电话求证,男子手机无法拨通 机车行老板自行向北市府检举 得到回应是北捷公司员工 捷运公司也否认说虽然有同名的人 但电话号码不同 现在老板联络不上这名客人 一心不平还是在网路上 他只希望能讲清楚 别让自己的商欲被误会 第一名别说 我就是崔宇新北市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